北漂五年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啦 大学毕业时 我的愿望是能在北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床位就好 哪怕很小 这五年里 我经历过无人问津的孤独 和囊中秋色的窘迫 成为旅行博主后 我每个月只在家待三天 从不断工 从不投篮 现在 我用跋山涉水的青春 把小床位换成了宽敞的办公间 努力这件事 需要一些很切实的回报 才会让人更有动力 我们有了工作室 也有了新的伙伴 和我一起工作 其实很辛苦 拎着行李箱 一出差就是一个月 和稳定的生活 总在渐行渐远 所以我想把这间工作室 变成一个可以让他们放松的地方 上下班没有打卡需求 休息室 可以坐在懒人沙发里晒太阳 冰箱里的饮料畅饮 零食水果不可能缺 随时会配起 贴心的准备好大玩具 为他们打造一个专属的娱乐空间 工作累了 可以让私人教练带着做瑜伽 有情绪想发泄 就玩体感游戏出传 或者把办公室 编成私人影院也可以 我也想买一个 社畜能买的情况 双十一上京东 买华为智慧品SE系列 最低只要一千百百九十九 你公司都能买好几个了 从毕业 到成家 到立业 屏幕前的你们 见证了我成长的一切 我知道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是种幸运 而这个世界 刚没有那么多的轻而易举 当你有珍惜的生活 对它最大的珍视 就是加倍努力 今天收获的这个小小的里程碑式的喜悦 很开心能和你分享 却没说一个词